vemblem 你好我是Tomi 那下面这个影片呢 是要介绍Tomi最近开发出来的一个 远端购物车的一个软体的使用 那假设你最近已经申请了一个商家管理者的资料的话 那你可以有什麽功能 那第一个刚登录进来的话 可以看到一个主要的画面 就是你可以改管理者的资料 那管理者的资料进去有很多的栏位 那这边大概讲一下 一个就是你的昵称可以修改 还有你的那个登录的密码 那再就是商家的名称 比如说某某你的店 某某你的部落格 还有交易密码 还有商家的一个email 这个商家的email就是那个 他会如果有订单的话 他会发mail给这个email 还有商家的联络资讯 地址等等 有地区号 那这个运费标准呢 就是指说在购物的流程 也可以制定一个运费标准 我未满多少钱 要加收多少 这个就看每个商家 他的一个需求 那这个商家网站或部落格网址 譬如说 我这边就可以输入 我的部落格在这里 那这个就是他这个 那个网站的访客 或者部落格的访客 如果完成购物流程 那要把它导向哪一个网页 然后那个购物流程的跑马灯 要不要使用 那再来就是那个商家的logo照片 他会不会 要不要使用 要不要打开 那这个待会在那个访客的购物流程 都会看到这些图片 那另外就是连购物车的按钮 你都可以制定 那譬如说预设是这个图 那如果说 你自己要自己做自己的购物车按钮 也可以 但是一般就是一个商家 就是一个购物车的按钮 那下面也有提供十几个购物车的按钮 那商家管理者 他可以把它导存图片 然后再上传 然后在这边选择 使用自行上传的购物车按钮图片 就可以了 这是商家主要的管理的部分 那商品的部分呢 那如果说 你已经有了一个商家的账号 那他们在这边会帮你建一个目录 那这个目录里面的东西 就是你自己要去新增 那新增 新增的话 这边要看你的那个权限的数量 有没有超过 好那假设我要编修或者新增商品 都大概像这些功能一样 就是你可以有自己的主要的特价 还有品名 其实主要是品名跟特价这两个栏位 在购物流程会用到 那再来是那个订单管理 那订单管理当然就是 主要你要先把那个付款方式的说明 要先编修好 因为这个每个商家是 个别使用是不一样的 譬如说银行的汇款 你可以输你的那个 汇款账号啊 汇款说明等等 那ATM也是一样 那订单管这边就可以看到那个订单的内容 就是勾完成 那那个访客他打了什么资料 买了什么东西 那也可以列印订单 也可以搜寻 针对你这个商家的一个订单的搜寻 那重点来了 那我如果要 我要怎么样把那个 我这个商品的 的那个购物车的一个原始码 要怎么取得呢 那在每个商品编修的时候 右上角有一个按钮 取得购物车按钮的原始码 好我按那个 按下去的话 这边会有一段原始码 那原始码要贴在哪边呢 好假设你有一个那个 部落格或者你有一个形象的网站 那他只要支援那个贴HTML语法的功能就可以了 好譬如说我这边已经有贴了两个 两个商品 这边你就可以在你某个文章 或者某个页面 你可以贴两个 贴比如说几个都可以 那原则上其实一个那个 勾车按钮就代表一个商品 那我们看他在部落里面贴起来的语法 大概长得怎样 我们把这个页面叫出来看 好譬如说全部页面 然后再来我们找出刚刚那一个 线上购物校查这个页面 那我们可以看到啊 这个页面里面就是有两个那个按钮 好我们先不要看过了 我们先看一下他的那个HTML语法 那各位可以看到啊 这边有两段语法 有两个那个表单的语法 这边就是第一个 就上面第一个 好那下面还有一个 那当然你在那个按钮上面 你可以有自己的一些文字的说明啊 什么的 那表单的功能主要是帮你把那个 刚刚贴过来的那个商品啊 比如说下午茶 小龙一号下午茶这边 帮你把品名跟价格带出来 好那我们看一下 实际的访客勾流程大概是长怎样 好假设有一个访客 他看到你的这个网站 譬如说他发现说你有在卖小龙下午茶 下午茶一号 好那点了 那就会开新视窗 因为刚刚我们已经有点过了 好那下午茶一号 小龙下午茶这个东西就已经跑到 你那个商家专属的勾屋车里面了 那反而他可以改数量 那在这个勾屋流程呢 他会看到如果你有打开那个网站Logo的话 他会看到这个图片 还有你这个商家专属的跑马灯 比如说两个更新两个 也可以移除 那移除就变空的 好假设我 我先购买下午茶零五号 我再按一次放入购物车 那我也想要买下午茶二号呢 OK 那后面的结账流程呢 就跟一般购物车一样 而且是这个单一商家专属的 譬如说是Yen这个网络商店专属的 我有其他商家的东西 譬如说一共3300送出 假设我这边访客这边资料打一打 这边大致上打一下 那我假设我选费款 按送出 那再来呢 就是会有一个确认的画面 那访客觉得没问题 他按送出资料了 那就会有一个提示的小视窗 说已经完成订购了 本商家会收到款项 尽快安排出货市 那这个时候呢 商家的那个 商家就会收到信 我们这个刚刚好像没有设好 因为我们刚刚设完 忘了按送出 这边改一下就好了 按送出 那刚刚因为已经有一笔订单嘛 那我们会 除了收按Email之外 那你的订单管理这边会有一笔订单 可以看得到说 刚刚那笔订单 总记多少钱 他买了什么东西 那你就可以做一些后面的处理 等于说 他们这边提供的那个购物车 就是可以让很多的商家 来共用一个购物的平台 那他们个别管理个别的订单 那个别有个别的一个商品 那透过每个商品的一个原始码 譬如说刚刚这个下午茶五号 那只要他在那个任何部落格 或者形象网站 他在编修完这个商品之后 把这个语法贴进去 那他就会产生一个 像这样一个类似的按钮 或者他自己上存的按钮 那访客只要按了这个购物车按钮 就会产生一个 就会马上放到购物车里面 那另外一个状况呢 可能会有 那个 可能会有部分读者可能会质疑 那万一消费者 他同时间买了两个不同商家的商品 那怎么办 那这个购物车会不会出问题 好 假设有一个访客 他刚好看到了某一个部落格 他就按了那个 譬如说立月坛红茶18号 他先按了某一个商家的商品 然后看到这个商家的购物车 然后他无意中又逛到另外一个部落格 结果他看到了某一个按钮 譬如說校材一號 這是另外一個商家的 結果他還立即購買 那這個時候呢 他們這邊開發的平台就會告訴他說 很抱歉,這個購物車不能同時購買不同商家的商品 那等於說 然後再跳出原本他已經放入購物車的 第一一個商家的購物車 等於說一次只能購買一個商家的商品 然後跑一個商家的購物流程 那就好像這個商家他有他的一個專屬購物車 不用擔心和其他的那個商家會有衝突 那以上就是關於他們最近開發完成的一個 遠端購物車的一個使用 如果真的有一個商品 就請了加快去改成一個商品 必須給他們 還是安心的情商